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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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铜文具这个系列 源自于德国的军用消毒盒的一个基本的造型 我最初其实是想用紫铜 紫铜是相对来说比较沉浸的铜 其实比黄铜更加有魅力 但是金属特性也是特别软的 成品率特别特别低 但是黄铜成功之后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实现自己的想法 就是用紫铜把它做出来 后来就少量地做了一些 看似简单的一些造型 其实背后会有特别多 不要设计的细节 只有在真正的生产中 才会发现问题 这个眼光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这我第一次尝试地去用胶筑 这个工艺去做一样产品 失败了无数次 它的溶点特别高 然后它的降温也特别快 不断地改良之后 比较像一个成品 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是科班出身 做设计 做产品 就是用一个文科生的概念去做 理工科生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反而会有很多 很奇怪的设计出来 其实我同时在设计制作的产品特别多 在前苏联的时候 有一款电子管 在50年代没有LED的时候 大型的一些工业 一些机器 都是靠这个零件去完成 它的功能的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电子管特别美 它是由几个数字标题发光 然后叠加在一起设计出来的 可以去显示不同的时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